Hello大家好,这里是Skyline,天天老师 今天我们讲的是如何让你的爬格子练习变得更加有实用性 那相信爬格子这个练习大家都会 不管你是自学的还是跟老师学的 这个练习你肯定都练过 或者说就算你没练过 你也知道怎么去练,你也听说过 但是爬格子练习本身其实是一个既枯燥 实用性又不强的练习 它对完全零基础的初学者可能是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对进阶的一些同学来讲 它的效果其实是不强的 那今天我们来讲的是如何用三种方法 把我们的爬格子升级成更加有用的练习 那第一种我把它叫做变换执法爬格子 什么叫变换执法 那大家都知道爬格子的常见执法 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二三四 从食指开始 食指,中指,明明指,小拇指 右手是下上下上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爬格子的方法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执法说实话 它的实用性能并不强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花了很多时间 去练习这个执法的话 它对你的手指纪念的提升 其实是很有限的 那怎么去变化呢 理论上来讲 其实有很多很多种变化方法 一二三四个数字排列成四位数 有多少种排列组合的方法 我数学很差 那大家如果数学好的话 可以在这个弹幕里边给大家留言 那无论如何 我们把一二三四的执法打散 那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两种 我个人比较常练的执法 第一个是一三二四 食指 五名指 中指 脚拇指 右手还是下上下上 交替拨弦 这是第一种 那第二种呢 我比较常用的是四三一二 你可以下上下上 可以上下上下都可以 你可以找你自己喜欢的 你自己觉得有趣的 甚至你可以在一组练习里边 大家知道 爬个字会从空弦 这边一平间爬到 往上爬到 比如说十二平 或者九平的位置 那你可以比如说 第一组你上行的时候 是一三二四 上到六弦 以后六弦往右一格 再往下走的时候 你可以比如说是 三四一二 每次前进的时候 你可以变换一种 这个数字的排练方法 那它的好处是什么 很简单 它大大增加了 你左手练体的时候 执法的可能性 这样的练习 如果你经常练习的话 你把所有的排练组合 都练习过的话 那你的左手的执法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你的手指独立性 会非常的强 那我们的第二种 叫做内外侧 蜘蛛爬格子 或者说内外侧 交替波线爬格子 那这个练习呢 其实练的是我们的右手的交 跨弦的交替波线 什么意思呢 我们平常的之前爬格子 都是一根弦上 一二三四 那我们可以把一二三四 变成两根弦上的吗 什么意思 如果我把一放在二弦的一平 把二放在一弦的二平 把三又回到了二弦的三平 四又回到了一弦的这个四平 也就是说 一二三四分别是二弦一弦二弦一弦 那这样我的右手分别是拨的二弦一弦二弦一弦 这样的时候它就是一个跨弦的交替波线 那我做下右手的动作 二弦的一平下波 一弦的二平上波 二弦的三平再下波 一弦的四平上波 这是我们的四个动作 那其实它练的是个外侧波线 那右手 那我二弦如果是下波 一弦如果是上波 我是从两根弦的外侧往里波的 那这种叫做外侧的跨弦交替波线 配上左手慢一点 这是外侧 那反过来内侧的 我从一弦开始 一弦下波 二弦上波 一弦下波 二弦上波 我从两根弦的内侧往外波 这叫做内侧的交替波线 也是跨弦的 从一弦的二弦 一弦二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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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左手这个时候 我十指在一弦的一平 中指在二弦的二平 五弦指在一弦的三平 小拇指在二弦的四平 这是我们的内侧的交替波线 大家可以连带起练 可以分开练 分开练 比如说你一组 你全练外侧 或者说你可以内外侧相结合 你上弦要是内侧 下弦要是外侧 或者反过来都可以 那它的好处就练进我们右手的 两根弦的内外侧交替波线 第三个练习呢 我叫做阶梯爬格子 那什么叫阶梯爬格子 因为它的形状很像一个阶梯 刚才我们练了两根弦的交替波线 那我们把这个练习过拓展 变成四根弦的交替波线 那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每次波线 都要波一根不同的弦 那一开始 我们现在从四弦开始 四弦下波 然后我们左手 按在四弦的一平 第二个音是三弦的二平 我们右手上波三弦 第三个音是二弦的三平 下波 第四个音是一弦的四平 上波连来起 下波上波下波上波 我的左手是一个 类似于这个阶梯的形状 它是斜下去的 上弦的时候 我们把食指换到二弦的一平 正在反向阶梯 从一弦开始 一弦二平下波 二弦的三平上波 三弦的四平下波 这个四弦的五平上波 然后一字类推下去 那我们来做得慢一点 从四弦开始 四弦三弦 二弦 一弦 一弦 二弦 三弦 四弦 四弦 三弦 二 一 二 三 四 三 二 二 那它的好处很明显就是练习我们右手的更进一步的跨弦交替拨弦 这个每根弦一个音的交替 不过现在比如说我们谈爬音的时候是非常常见的 也是个非常非常实用的练习 那这样我们通过三个方法 让我们之前比较枯燥的 比较相对来讲没有太多实用性的爬格子这个练习 变得更加有实用性 那这样你投入相同的时间去练习它 你的投入产出比较更加的高 那这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收藏转发三连一波哦 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留言 最后如果你对更多其他相关视频感兴趣的话 记得关注我哦 那这里是Skyline天线老师 让我们下期再见